自己印马克杯需要注意的四个事项 透过马克杯转印机印制马克杯图样相当简单 技术也十分普遍 一生要提醒大家注意四个小细节 让马克杯可呈现最佳印制效果哦 第一点,纸张边缘一卡末 练印转印图档时需将未呈现图案的空白处先行裁除 并且检查转印纸边缘有没有沾染墨水 确认无误后再送入转印机中加热 避免多出黑点或线条等印制瑕疵的状况发生 第二点,增加加热时间避免上色不均 若转印的图档颜色较深 可是状况可增加15-30秒的加热时间 让转印纸上的图像能更均匀地附着在杯子边缘 让上色能更好看 第三点,转印纸张没有贴紧 造成的晕染叠影 在高温的状态下 若在转印过程中产生晃动 容易使图案像水彩化沾水一般晕开 或是产生图像重复交叠的叠影现象 因为在高温加热时 必须确认转印纸固定完全 加热完毕后撕去转印纸时 也不宜晃动过大或撕速过慢 第四点,高低温差可能产生杯裂 为了硬制完成后能快速出货 请务必将马克杯快速放入水桶里降温 不适合用水龙头冲洗 或是缓慢放进水桶里的原因在于 容易产生高低温落差 容易造成杯把断裂 杯声崩裂等损坏 遵循以上的四个注意事项 能让您的硬制成品品质更佳 也希望一生让您对硬制马克杯的流程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若您在硬制马克杯上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都欢迎与一生联络哦 一生成立超过20年 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 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 包含UV直喷机 雷射雕刻机 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 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 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 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 免费服务专线 0800-520-005 0800-520-005